在鸳鸯育的时候如何帮她洗妹妹 首先也是用热水把她整个身子都冲刷一遍 让她感觉到暖暖的 你也可以抱着她 拥吻她 让她全身心的放松下来 然后示意她轻轻的分开双腿 这个时候要把花洒的水流调弱 从前往后的方式去冲刷下体 这个时候你的手一定是要洗干净的 用你的两根手指的指腹 在两片嘴唇之间摩擦 然后两根手指像这样子分开 这样用花洒去冲刷 但是要注意不要让水流进了洞里 你不要用花洒直接去冲洞口 而是用花洒冲刷小豆豆 然后让水流自然的去冲洗洞口 然后从前面抱住她 用花洒冲刷后面洗洗小菊花 你学会了吗 觉得有用的话就关注我吧